嗨,我们又见面了 到了周末选股不求人的时间 上一期成长率选股中 贾斯汀留言有提到 IPG的营业活动现金流为负的 凯特特别企划一级现金流量表选股 并且重新检视我们的追踪股票 是否符合现金流的条件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检视一下我们的观察清单 DVN的报酬率从上周的30% 来到本周的38% 7月15选的股票只有连电修正外 其他三支都持续成长 8月19日选出的四支 本周EOG涨了5% IPG、HPE及WBA则开始修正 这一期凯特要加入现金流量表中的 营业活动的净现金流 及之后现金流作为选股的条件 我们先看看IPG的现金流量表 为什么假设定会说 IPG的现金流量表为负值 在CNBC官网输入IPG 网页往下滑 然后点选Financials 再点选Cashflow 有年报和季报 点选Quartly看季报 发现不止这一季的营业活动 进现金流为负值 上一季也是负的 而且有越负越多的迹象 对公司的体质带来了隐忧 现金可以想象是企业的血 流血越来越多 最后就会倒下 现金流量表是财务报表的三表之一 是在一个期间内 现金的增减面容情形 根据其用途划分为营业 投资及融资三个活动分类 现金的量表可以分析 一家机构在短期内 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去应付开销 营业活动 包括公司创造收入的日常活动 例如销售库存和提供服务 现金流入是指现金销售 和应收账款的现金收入 现金流出是指支付库存 工资 税金 和其他和营运相关的费用 以及支付应付账款 自由现金流等于营业活动 现金流减掉资本支出 好了 我们弄清楚这两个选股条件 重新搜寻一下股票 一样 选择第一个大型股模板 作为我们的预设选股条件 然后我们补上上一期的条件 EPS成长率20% 再来我们选择Current Financials 勾选Income from Continuing Operations 和Free Cash Flow 符合条件剩下的37个 Results View 切换成Earnings 再来按Export Results 在Excel打开 结果 选择了我的眼镜 怎么营业现金流 负的IPG还在上面 等等 我打电话问一下 贾斯丁 嗯 哦 原来是这样哦 贾斯丁说 CMBC Screeners的数据是TTM 也就是近世纪的财报的合计 所以我们要手动过滤一下选出的股票 我把目前选股不求人理的追踪清单的营业活动 进现金流整理一下 目前只有IPG是负值 直接把它剃出家门 不列入追踪 总结一下 本期增加了现金流量表的条件 收出的股票和上一期一样 透过人工比对 进一季的营业活动现金流记录 把负值的IPG给剃出 今天就到这边 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下一期我们一起再来找好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